台東信岩平鄉的紅葉溫泉 原本只是一個野溪溫泉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成立後 規劃設計成溫泉觀光區 在莫拉克颱風期間暴漲的陸野溪水衝垮園區 園區內所有的設施全回 2013年9月23天吐颱風來襲 紅葉溫泉下方的前車場 再度被暴漲的溪水所淹沒 今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台東紅葉村 土石流造成全村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大社村 而位於部落下方的紅葉溫泉 第三度遭陸野溪水所淹沒 鄉長虎隆典提到了這次的颱風災害時 建議相關單位硬體施作時 請聽聽在地的聲音 希望提高防洪系數 否則災害還是會不斷地發生 現在都在做安全評估 希望能夠做更好的更安定的評估 日本是 確保評估我去日本 它是一百年了 河南是要兩百年的一個評估報告 那我提一個例子 我想河川已經帶了 他說我們紅葉溫泉的墻在八八的時候 足夠應付這個水量 結果在鳳凰的時候 煙巷上來 然後我們就強力的建議要加高 希望加的比較高 結果好像在委員的強力要求下加一米 今天你去看看 又上來了 所以我們相關所在地的官員看 應該要加三米以上 我們已經抱了計畫 結果卡在很多的手續還有法律的限制 我們現在已經發包了 不能做 剛好這個颱風幫了我們一手 是不是可以再加高到 跟我們那個計畫的那個湯匙的基礎 會不會一樣 那我們在努力 所以評估的報告 要準 而且要遠 而且要實在的 要注意聽我們在地的觀點 有一天有人跟我講 其實我也知道 噗嚨族聞那個水 出來就知道會不會吐司的 我們一直在這樣子想 會危險 結果呢 終於來了 因為我們那個味道 就知道水會下來了